那你们家爸爸那时候怎么说 爸爸就说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巧慧赔鱼的妈妈信箱 我是小鱼妈妈陈赔鱼 我是水踏妈妈苏巧慧 好快哦 这个节目这样录完 听说我们已经快要录半年了 两个立法委员坐在这里录妈妈信箱 应该是这半年最快乐的事情 是一个开心的地方 我觉得蛮舒压的啊 因为有看到很多有职业妇女啊 跟我们一样忙着上班 但是回家还要照顾家庭小孩的 各位妈妈们一起分享 甚至还开始有爸爸对不对 沈博洋那集有爸爸写信来 那也有小孩会写信来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觉得一方面做的节目有人看 二方面觉得说 大家原来都处在相同的人生阶段上面 有朋友的感觉真的就是不孤单 第一封信是Andy 48岁 新北二宝爸 爸爸来了 双新家庭 最近发现小儿子的态度越来越糟糕 想请教该怎么样导正他们 他准备上小一咯 很怕上小学之后走天 你们家是有儿子的吗 高一 大一都是儿子 我先说爸爸觉得儿子的态度越来越糟糕 有很大一个原因应该是调皮啦 不听话啦 或者是叫他吃饭不吃饭啦 或是跟妈妈顶嘴啦 然后妈妈可能就跟爸爸告状 爸爸就看了很不高兴这样 那我觉得爸爸担心他走偏这件事情 我也可以理解 不过说实话 爸爸有点太早了啦 他才小一 而且上小一的时候 其实老师也是会管教小孩啊 导正小孩 我倒觉得爸爸如果你在忙碌的工作 回到家之后 你愿意用回到家的时间跟孩子们 例如说一起玩电动 一起看电视 看卡通 一起写功课 一起聊聊天 然后不要都只有花时间管教他 那会不会孩子跟你的感情越来越好 那你想要教他的东西 他也比较听得进去 也许我觉得会 也许会状况好一点哦 听说家里是小男生 尤其是两个以上小男生的家庭 都非常的辛苦 真的 因为像我们小朋友的话 可能就是玩家家酒的时间 会比较多一点 但听说两个男生的话 就是随时宝剑都可以抽出来 杀杀就开始这样开始打了起来 我还最近听到朋友说 他们家的两个儿子 在看奥运比赛的时候 光是看到那个射箭 开始射箭以后 就开始全家跳上跳下 开始找东西要去设了 幸好全集就说 这个比赛时间比较短一点 所以没有办法学模仿太多 我们家是无时无刻都可以爬门 然后跳沙发 跳床 对对对对 听说男生的家庭都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阵子 他们两个疯狂在爬门框 像猴子这样左脚右脚 左脚右脚蹭上去 然后两个轮流看谁先掉下来 谁先受伤 我就在旁边随时stand by 因为又不想要他们不可以玩 又想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对 所以我就得花时间在旁边 那你们家爸爸那时候怎么说 爸爸就说反正医院在对面 所以也是心很大的爸爸就对了 就是因为小男生的过动基因 你如果多一些些的话 然后家里有给他们这个空间 确实他们会比较好动 当然我也看过很好动的女生 也不是没有或是比较安静的男生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很多的 跟孩子比较温暖的 然后比较peace的相处经验 其实你要导正小孩的行为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那一轮小猴子蹭门框 大概玩了几天之后都蹭完了 然后没事就结束了 对啊 其实也就结束了 但是只是是你印象深刻而已 那个蹭门框欸 左脚右脚左脚 完了三天就对了 大家不用太担心 其实很多时候 小朋友的喜好啊表现啊等等啊 都是一阵一阵的 这个我也非常的有感受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听说养儿子的家庭 特别会有这种感受 那通常我有听说其他的 我的同学们朋友们的 爸爸和儿子之间的相处是 尽量的回想自己小时候跟青少年 比如说我的同学 接到了他的儿子的学校 寄给他一张通知单 寄警告 因为他的孩子呢 翻墙翘课出去 那他就觉得很生气 但是想想 好像这种事情他也没少干过 所以 我们家爸爸也是这样 所以他就说 嗯 很生气 但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那我们下面的留言都笑得不得了 就说啊 这个当然就是你的孩子啊 你看 完全遗传了老爸 所以 这个时候反而爸爸也没有再去责怪太多他的孩子 我想这个爸爸呢 其实到后来呢 嗯 也是能够用他自身的经验引导他的孩子 走回社会的正途 毕竟他现在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人士 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但是多一些好的相处是绝对重要的事情 来 换第二封 来 我们是一位妈妈 这个是37岁台北的Betty 我是一位三岁半小孩的妈妈 职业妇女 因为孩子不爱吃外食 所以大部分下班后要煮饭给孩子吃 但小孩吃饭一吃就要吃一个小时 时常都不太专心吃饭 所以常常自己吃一半之后就开口要我喂饭 因为他太瘦 所以我都会喂 但久了有点累 我之前有尝试过订好时间后把饭收走 但准备收走时他会说他要吃 会一直哭 然后说喂我 请问我要怎么做才好 强制之心又怕太瘦影响健康 我自己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其实想到妈妈那个下班后很疲累的样子 可是我猜想假设妈妈你去上班 那是不是白天孩子是交给幼稚员 或者是爷爷奶奶或是保姆 那会不会孩子把那个让你喂饭的时间 当成跟你相处的撒娇时间 也是有可能 会不会 然后他就把时间拖得很长 那如果真的是我猜的这样 那妈妈有没有机会跟孩子们说 我们赶快吃完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玩 或是妈妈陪你洗澡 妈妈陪你讲故事 那会不会把吃饭这个时间浓缩 但这只是我猜 但如果这样子还是不行 那可能孩子们在吃饭的这个时间的需求 他真的要这么长 那是不是妈妈就跟孩子讲好 让他慢慢吃 那妈妈先去洗个澡啊 休息一下 说说东西 因为职业妇女回到家真的是很累 对啊 我也觉得其实 你现在回到家我都不敢想象 没有 我觉得想到这三岁半要喂饭的这个阶段 真的是真的是好辛苦的阶段 这个妈妈的疲倦 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啦 毕竟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嗯 不过真的是以我的经验的话 是不太专心吃饭的时候 通常就是不太饿 对啊 老实说是真的 饿的时候就会专心吃饭 拼命吃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培育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管是他饿或不饿 我们先不讨论这边的话 让他期待下一个阶段 吃完饭后的下一个阶段 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他更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有加强 把饭快点吃完的动力 那我觉得这也许对妈妈 是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那另外偷偷分享一个 像我们这种忙碌的妈妈 其实我们会做很多的冷冻包 很方便 妈妈 妈妈我们 其实连白饭都可以冷冻这件事情 不想妈妈您知道吗 我知道 对 咖喱饭也是很适合做 咖喱饭炖饭都很适合 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把一次煮好一锅以后 然后分小包小包冰在冰箱 一次出来解冻一下 其实蛮加速煮饭的时间的 然后你只要烫个青菜 如果你很在意那个营养要均衡 烫个青菜就好 对所以不晓得这两个 我们试过的方法 能不能够帮助到Betty 第三封信 小菜45岁 新北 看电视当奖励 可是时间一到 不是哭就是闹 好说歹说大声说叫 有改善但偶尔还会哭闹 我自己在想 我们确实会想要跟小孩说 你赶快吃完饭 你赶快洗完澡 你赶快洗完功课 你就可以看电视 很多人会习惯这样说 那把电视当成奖励的时候 孩子会不会有可能就忘记 原来他该做的那个事情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想 我也想要提醒小菜 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 把看电视当奖励这件事情可做 但他不要太浓在生活当中 这个是第一个提醒 那至于时间到不是哭就是闹 你记得我们上次说 我们大人自己都会一直滑手机 我们也会忘记时间 所以 而且那个时间 我常常会发现很多爸妈是 半小时后喔 好不好 好 你一定会说好对不对 对啊 因为你急着要看 可是其实孩子不知道 什么叫半小时 好 时钟走到这里 这样知道吗 没错 但是还是还是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要立刻关掉 其实真的很难 那设一些缓冲 例如说倒数五分钟 倒数三分钟 倒数三十秒 有把缓冲的这个机制设计出来 让孩子知道说即将结束 也许可以试试看 我们家也是这样耶 就是我们确实是会用倒数的方式 自己当马表去提醒 他说还有十分钟喔 还要看什么快点看一看喔 十分钟要到了喔 对对对对对 小孩会故意挑一个十二分钟的 不是两分钟啊 我说两分钟 两分钟 我说我们不管你 对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分享的话是 其实我们 不会让小孩做太多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像刚刚在说的这种 看电视滑手机的这种状况 如果你要 让他不要看那么多电视 那可能你自己的电视 也没有办法看那么长的时间 不然就会变成为什么大人可以 为什么小孩不可以 对 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我们 我们家自己的话 是比较像是 在小朋友小的时候 是一起做这个一起做那个 一起看卡通 一起看这些种种的状况 其实我自己就很爱看啊 所以我等于是 都是一起看所有的卡通 所以就是半小时 然后结束这样的状况 那至于如果不结束的话怎么办 哭闹是不会被允许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太常大声说叫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变脸了就是变脸 而且小孩可能 学会了另外一种 就是说 原来只能用生气解决事情 这样也不好 所以花一些力气沟通 然后把小孩那个时间感的东西 稍微培养一下 我觉得那个还蛮难的 但是还蛮有价值的 我也觉得爸爸妈妈其实不要太常生气 但是生气的时候就是生气 让小孩可以很明白的分清楚 什么是生气 什么是不会爸爸妈妈生气的 那个界限感一旦出来 你的生气 我相信会更有威嚇力 更有作用力 我觉得这也许是跟小孩相处的 另外一种 教他们什么是界限的态度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还蛮需要被保持的 这个是我的经验喔 和大家分享 三封信都念完了耶 是 那我觉得小孩的教养啊 教育这类的问题 真的是永恒的难题啊 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啦 对重点是我觉得还蛮多问题都很类似 我记得前几集也有一个小孩说不吃饭 那同样是不吃饭 可是面对不同的小孩 我们会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是啊他们可能也有不同的生理状况 所以真的要跟各位家长说多加油 而且同理心是一贯的不变的道理 希望小孩好也是一贯不变的道理 但每个家庭一定会有自己最适合的 养育方式相处方式喔 久而久之我想每一个家庭的风格都会长出 自己的样貌非常有趣 嗯 没错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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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